今天教大家怎么样用四个万能原因攻克par1的任何预测题 就算换题也不怕啊 我每次实际上雅思考语考了8分甚至8.5分的话 par1只用了四个万能原因 包括我们的学生不管是考6考7或者是考8分的学生的话 也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来去看一下这个万能原因到底是啥 到底怎么样去万能 你现在视频上面所看到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呢 就是我的一个万能原因 你会去看到他主要去说的是 我比较喜欢做一些可以帮助我有一个比较平衡生活的事情 这样包括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就会让我感觉怎么样 实际上这是一个有逻辑去延展出来的这么一个逻辑链吧 然后呢它有两个用法 第一个用法就是一个万能原因可以去套用 不一样topic里面问你do you like 或者是how often的题目 那你想如果你是经常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会表示你比较喜欢用的这个原因 是不是就是一样的 我们来去做一个示范啊 这个左边这个三个呢 topic全都是这个季度的预测题 第一个题是do you like social media 那我就可以说 I don't like social media at all because it's such a waste of my time 其实 I'm a very simple person I only love doing things that can help me achieve a balanced lifestyle which include growing the company to the next level so that I can make a bigger impact 照读吧 spending a quality of time spending a quality time with family and working out to keep my body and mind fit 那然后你说 in this case when I have some spare time I like to spend it in these areas when you think of social media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how can it help me achieve these goals 好 同样道理 do you like advertisement 一样吧 我不喜欢因为浪费我时间 do you like video games 一模一样的一个套路吧 好 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学题都是大不喜欢的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 一个原因你还可以去套一下这个不一样子的这个问法 比如说当这个题问你说 do you pay attention to famous people in the news 好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说 I don't even watch news at all because watching TV is such a waste of my time why because I only have three priorities in my life which includ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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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一个题啊 what is your 换问题了 what is your favorite celebrity in your country 这回你不能说不知道 你怎么也可以听朋友吧 那咱们这个套路就稍微变一点 那你可以这样说 Let me think about it You know what I actually don't have one I guess probably because I admire people who have a balanced lifestyle 然后加后边的一大串吧 可以在事业上面成功陪一家人 还有就是工作和学习的 but when you think of celebrities in China I think most of them focus too much on the money or the glamour the fame I just don't think I just cannot come up with anybody who can fit in my criteria as a well-known person 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说 我就找不到这样的人 那下面一个题啊 Are you good at memorizing things? 这个题又变了 你可以说这么说 I'm actually not good at memorizing things To be honest I always forget or misplay stuff I guess probably because I'm constantly juggling three main things or three main priorities which includ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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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三件事吧 然后你再去说 If I were to spend time on memorizing these specific details I feel that it would distract me from achieving successes in these three areas 好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还用了一个 第二条件句啊 你回去再重新看一遍 我刚才那几个示范 每一个示范 我都用了一个上回 咱们去学过流利度模板 想想都用了哪个啊 好 然后下面的话呢 大家说一下一些疑问啊 很多学生说 老师这个万能源学完之后 我觉得不够 就四个万能源 但是我告诉你啊 我们之前不是给学生回套过一下吗 就一个万能源 有的时候可以去套十多个套品 你想这一个季度 不就三十多个part one的套品 那肯定是每一个套品都可以套 还有学生说 老师那些不能套万能源 题怎么办呢 等我们下节课的时候 给你一些解答啊 好 然后这是下版部分的视频 还是这个部分啊 下面我们来去看 万能源音究竟是怎么样去写出来的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步骤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免费的一对一学生 我带他去写出来他的万能源音 你需要去填写一个叫做 自我发现的一个问卷 就是你要去确定你的人设是啥 怎么样去确定呢 那你就可以告诉我 你每天每个小时都做了什么 比如说这个学生早上前吃芝麻 喝咖啡 你发生他每天做的事情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样一些 一些习惯 然后第二步 通过那个调查问卷 我们可以去挖掘出来四个 贯穿你所有决定的 这个根本的这个原因 好 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小姐姐 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芝麻和喝咖啡啊 然后她有一件事 就是她喜欢去做 让她看上去特别有精神的事情 然后我们把这个逻辑链 给她去延伸一点 接下去就是 当她发现 当困难发生的时候 她就会觉得自己 特别有能力去应对这些困难 这样就可以很好 去应对很多困难了吧 那你看她接下来这个点 是不是和其他人的肯定都不一样 对吧 你喜欢吃芝麻和咖啡的原因 可能就是和她的这个点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挖掘出来自己独特这个点 所以聊天的过程非常重要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还没有去复习七天免费课程里面 这个我跟她聊天这个过程 怎么挖掘出来这些原因的话 一定要去看一看 因为如果你挑错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万能了 你老说那万能原因不够用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那这个中文的话 万能原理写出来这个中文 满足这个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 你第一行必须要说 你喜欢某类的事情 不然的话 当它出一个新题的时候 你就很难去套上 比如说我们来去看 它有一个万能原因 是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 那这个题如果去考 你说你喜欢旅游吗 喜欢看电影 它第一反应就说 这件事可不可以让我 接触不一样的文化 这不就可以去套上了吗 套得很快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需要有一个逻辑的延伸 这我们刚才已经讲解过了 你就第二行 是第一行的这个逻辑延伸 第三个就是 你所有这个语言 必须是口语化的 你等会翻译成英文的时候的话 就会变得特别像 这个新闻联播 然后第三个 下面我们来去看第三部 你把这个万能原因的 这个中文翻译成这个英文 这个时候是自最自翻译的 比如说我们说 他平时去做一些 平时不喜欢 他喜欢去做一些 和平时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翻译的就是 I always like trying something new 或者说 something that I don't usually do in my daily life 这样就OK了 然后这样实际上 很自然你就会用上一些词组了 因为你刚才那个中文 就是口语化的具体性能 懂了吧 同时保证你达到这个目标分数 一般情况下 都会包括这些collocations 可以轻松达到七分和八分 比如说step out of my comfort zone constantly challenge my limits 之类的 好 然后我们下面再去解答一下 大家这个其他的疑问 我们下节课会给你解答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 万能原因不够用的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终于不用赶时间了 我们再去说一下这个其他疑问 第一个疑问就是 part one问很多topic 四个原因不够用怎么办 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吧 因为咱们这个part one的话 不就是一个topic 可以套十多个题是不是 然后你可以看 我每个季度时候 这个一个topic 可以套十多个题 然后我每个季度时候 实际上 每个季度 我都会出一个套题的系列 那不管是九到十二月 还是一到四月 我用的万能原因 是一模一样的 就这几个万能原因 就足够我用了 我不需要再去额外的 找其他的这个万能原因了 所以你就肯定可以去套用 你每一个topic里面的 like和dislike 好offend的题 这个你不用担心 第二个呢是呢 我觉得不能套 他会说 老师不能套 万能原因的题怎么办 好 这个 那我们先解决 这个第三个题啊 两个题用了 重复的原因怎么办 他会出现这个问题说 老师你这个题 虽然是可以套 但是我这两题 用了重复的原因怎么办 这我教你怎么办 你需要有一个 因为如果你的人设 就是这样 比如说刚才那个小姐姐 我们就拿他举例 喜欢吃芝麻的 那个小姐姐 他就是喜欢做一些 让他看上去 比较有精神的事情 这个就是他的人设 那如果咱们用 这个季度预测题 套他的这个啊 这个预测题就是 你喜不喜欢 social media 喜不喜欢 advertisement 喜不喜欢video games 他还有一个人设 他喜欢接触 不一样的文化 这应该是可以 去套用这个的 那如果他是一个 喜欢接触 不一样文化人 是不是social media advertisement 都可以让他去 结束不一样的文化 那他可能就会说 如果考官第一个题 问他 do you like social media 他说 oh I really like social media because whenever I get on social media I realize that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who ar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haring their their life and their culture there and this would 怎么怎么样 加他的这个 万能原因就可以了吧 然后当他去问到 这个advertisement的时候 他就可以这样 说 yes I like I really like watching advertisements especially commercials 然后他再去解释 as I just mentioned as I just told you I'm a person who love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sometimes in advertisements I can learn 你要去具体说 你怎么样去学习 不一样的文化了 好 这个具体说的这个过程 就是把你这个topic 和你这个万能原因 接起来这个过程 每一个题都不一样 即使你的万能原因 是一样的 你衔接的这个过程 都是不一样 比如说广告 让你学习不同的文化 可能是里面是 比如说有 不一样国家的产品 去呈现了 不一样的文化 而social media 不一样国家文化 可能就是网红 分享一下 它这个生活体验吧 是不是这样 可能会你有一些 让你感觉 有一些 firsthand experience 这种 或者一些生活的 这个tips 好 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就 避免重复了 同时的话 你给考官一个 特别clear的message 我就是这样的人 知道吗 好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 所以不用担心有重复 就是咱们去做的 就是你的原因是重复的 但是你的表达方式 不是重复的 然后下面一个是 有些人说 老师我不能套用 万能原因的题 怎么办呢 我给你讲一下 这个套路啊 雅思口语 part one 只有四分钟 是不是啊 就是一般情况下 咱们都是问三到五分钟的样子 然后part one的话 一般情况下 是不是只问四个topic 有的时候你们会问五个topic 但是我告诉你 我每次考试就三个topic 为什么呢 因为我答的长 就是当你一道问到 可以调万能原因的时候 你就实际答 答好多 那你最后是不是就剩下那个 不能答万能原因的题 那你就简单答 答少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比如说 咱们刚才这个topic social media 然后你说 do you like social media 然后你可能就 就说一下我不喜欢 那你说 do you think children should use social media do you think we should give 什么 give them the permission 或者什么怎么样 to use social media 或者说the impacts of social media on the children 然后那你就说 我没有孩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我觉得可能 会对他们 self esteem 会有一些影响吧 就不会把这个答案 给它延伸的特长 不会说的少 说保证你不会出现 任何的语法错误 那么咱们这样的话 到了part one的时候 你让这个考官 实际上只问你 六到七个题 但是你大概三个四个题 都可以用你的万能原因 这样是不是有一个平方 而且还特别特别自然 咱们之前不是有一节课 给你去讲那个 雅思口语 part two part three 不是有的题 只需要答一句话 就可以过 那小哥不也一样 可以去考到八分吗 并不是说 你要考到八分 考七分 每一个题 咱们都像新闻联播稿一样 正常人就是有的题少 说有的题多 说有的题不懂 现在懂了吧 好 所以这样去处理话 反而更自然一点 我每次都用这个套 都要跟你说 我自己14天那一次 从七考了八分 我就是只准备了这些内容 其他天看都没看 但我也过去了 好 然后最后给大家去说一下 万能原因加这个流利度模板 你今天只是去学会了这个方法 怎么样练习 可以去让你两周 part one 就是让你两周 可以去练会 这part one的所有题 你需要加上 那个流利度模板的吧 我们下节课 来去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 记得去复习一下 我们这个七天免费课程 和这个学生聊天 挖掘这个万能原因的过程 因为这个才是最重点的 这个重点 然后如果你自己 写出来万能原因的话 视频下面留言 还是像以前一样 就是前五个学生的话 我都可以去帮助你 去修改你的万能原因的 下期课程再见 然后注意一下 我们那个有时候 就会发这个 参与免费 一对一的这个活动